一個有長期病患的63歲男子 死前兩天曾經打過科興疫苗 死因停第五日言順 專家證人心臟科專科醫生周慕慈出庭作弓 他引述解剖報告 說死者有三條血管嚴重閉塞 心臟有壞死的心機 相信死因是嚴重的觀針病 導致心臟衰竭 由病發時間上來看 打針不是心臟病發的起因 死亡和打針沒有直接的關係 重生死者本身病情嚴重 不打針都有死亡的風險